江大姐和上大哥还真是有缘分呀 他们两个住在同一个小区 不知道上大哥知道之后会是啥反应呢 红娘本想着给大哥一个惊喜 同一个小区里面就能遇到这么合适的人 没想到上大哥还挺淡定 并不觉得意外 来啦 先进屋 这是老邻居的 老邻居啊 那对面楼 里面楼的 哎呀妈呀 你们俩是一个小区 一个小区一点 你应该给这住吗 我买了房子买三年了 我住出去了 我才回去住 那我叫你们买点 那我才回去住 这是小语华江大姐 上四 上啊 世界里是和平的和 今天多少事呢 周岁六岁 我周岁六岁 你可不像 不像 不像啊 印象大高个 哪样都挺好 挺开朗的 像我上可以 所以说是不错的 太熟悉了 一个小区太好了 多近呢 来回求个婴啥的也方便 进屋俩人的第一印象都挺好 这江大姐还说呀 一个小区来回取衣服方便 看来是对大哥挺满意的 这不一坐下来 江大姐主动找起的话题 你做饭会不会呀 六岁以后才小的 做好做坏 这个做点吃就得了 我什么都会 家常菜 它都会对鸡 对鸡 这个都可以 但我不喜欢那啥 这个猪肉 我就喜欢吃鱼 炒菜搞了几片肉 那正常的 我不吃肉 我把菜吃的 就是我不得意 我啥都吃 猪肉牛肉羊肉 什么都得吃 他把肉吃吃 我真好吃菜 吃了想浪费了 大哥爱吃菜 大姐爱吃肉 两人正好互补了 两人在未来的饮食问题上 达成了公识 大姐觉得 大哥真是个好大哥呀 各方面都符合自己的心意 还迁就他的感受 但是大姐也得主动 把自己不足说出来 看看大哥能不能接受 我要跟你说一点 文化不搞我 你什么要理 小学呀 文化不搞我 真大叔叔 你要文化太高了 我还害怕 我是常常教的小笔 我有多大的文化水平 咱们是夫妻 我印这儿 我不会写这儿 那咱俩现在一样了 我的手受不伤 写不了这儿 写这儿我写完 我也不愿意 你看看 上大哥的情商是真的很高啊 本来一开始 对大姐的学历水平是有些犹豫的 但是大哥也想通了 这个年纪还考虑啥文化水平啊 两人能聊到一起去 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顾及大姐的感受 大哥还主动说到了 他现在的手也写不了字了 把大姐哄得哈哈大笑啊